大家好 今天想回应一下有朋友在视频里留言 问我们夫妻两个干了一个月 在农场干了赚了多少钱 因为现在已经工作31天了 我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 看看有人想做农场的人 看这适不适合你 因为我知道有一部分城里人 城市里人还有一部分农村人 还是有田园情节 农场情节 土地情节吧 喜欢这个田园风光 但是干活是干活 风光是风光 农场里不是来玩 是来干活的 除非你能一边干活 一边还能够享受这种风光 那就适合你 不然就不适合你了 我说要收入吧 累我就不说了 累哪里都累了 你做餐厅 你在后厨里面剁鸡 一直剁 你手都会多废掉 刚来美国如果从底层做起 你不考虑什么投资啊 或者干嘛的话 都还是比较累的 除非你坐司机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送货 仓管 可能稍微好一点 农场是从早干到晚 然后呢 当然它不重 它不是说很重的体力活 不是 但是它持续性很长 这个体力的东西我就不说了 适不适合你 我只说收入吧 我其实来的不是时候啊 因为 这是冬天啊 冬天有三个季节 是农场收入最低的时候 也是大量的人离职的时候 到了天气转暖了才会来 天气转暖 第一个 菜的销量比冬天好 第二个 菜长得好 菜长得好 你搁起来 就容易搁满 一箱 菜不好 细细落落的 你搁起来也累 也费劲 浪费时间 还搁不好 你有体力都没有用 所以呢 我来的时机不对 所以我辛辛苦苦 把这个身体练好了以后 结果没菜搁了 像昨天一天就没菜搁 没菜搁 我就玩 玩就没有收入啊 是吧 所以呢 如果要做农场 就要做好准备 每年有三个季 三个月至少 收入是很低的 所以正好让我碰上了 我碰上了最难的 这几个月 我能够熬过去 那就表示 我真的是热爱农场了 因为连收入都不计较的话 那还不热爱啊 是吧 那说我们赚多少钱呢 我们夫妻两个 到目前为止 三十天 赚了三千块钱 还不到 我夫妻两个 加在一起 当然 我老婆大约 总贡献率 大约 我不能够精确计算 三分之一 大概 大约三分之一 所以呢 我个人 赚多少钱呢 如果算我个人的话 应该是两千块钱还不到 其实啊 在夏天 天热的时候 菜长得好 大菜多 因为你割大菜 同样是一刀 是吧 一刀下去是大菜 它就充秤嘛 对不对 你同样是一刀 一刀下去是个小菜 小苗 同样你割十刀 你割十个大菜 和割十个小菜 就不一样 所以夏天的菜好割 你就 一天赚个一百多 一百五甚至是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到冬天呢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菜吧 稀稀落落的啊 你看 这么大也是一颗 这么大也是一颗 这么小也是一颗 怎么割 长得不整齐 是吧 怎么割 如果像这样的 全是这样的 一排排的又大又整齐 是不是 那就好割 所以呢 所以割菜的效果 也取决于你的一个菜地好不好 菜地不好 有本事也没用 再看一下 你看 这是墨西哥人割过的菜 看到没有 它割完以后 它绕过这一节 不割了 为什么 太小了啊 费劲 所以就是做农场的一个现实问题 你必须考虑到 我们夫妻两个 在冬天 加一块 凑一块 还不到三千 这就是我们的收入 另外呢 其实田园生活啊 和农村生活 是不同的啊 虽然都在乡下 但是呢 有生活情调的人啊 他这块把这个农村生活啊搞得很漂亮 啊 我说了嘛 花花草草也好 果树也好 花鸟从鱼嘛 是不是 这个 呃 怎么说啊 啊 柴门文犬费 是吧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 色情画意的生活 但是呢 只会种地的农民呢 他就没有那个闲情了啊 他就是种菜啊 割菜卖菜 像我们这个老板 说实话 他就是种菜 割菜卖菜啊 他对田园生活 是没有兴趣的啊 没有兴趣 他也没有时间 他也懒得管什么田园生活 你少跟我扯这些鬼东西 是吧 但是呢 我去过另外一个农场 他们就搞得比较多一点啊 就有趣一点是吧 人嘛 活在世上 既要工作也要生活嘛 如果把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 那就很开心了是吧 当然呢 有些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啊 他认为活着就是应该 卖命啊 卖命 工作赚钱啊 养家啊 给儿子 儿子娶媳妇 娶媳妇生儿子 中国人很多的中国人 都是这样的一个人 人生观是吧 我也不说什么 所以我是想积累经验啊 自己可以 搞个农场 搞多大呢 大概我骑一匹马 任着这个马 在这个地上奔驰 这么大 我想实现这个目标啊 所以 眼前的困难 虽然是有点小困难 不过 没关系 好了 适不适合你 当然也有人说啊 我有钱 干嘛要干这个农活 我直接买 买块地 玩就行了啊 你有钱就 你有钱 然后你也不在乎 你就这么花吧 你也不要经验亏了算了 无所谓是吧 我是想积累一点经验啊 自己懂一点 懂一点以后呢 自己再去买地 我会觉得 有把握一点啊 我是 我是这么想的 好了 分享完了啊 拜拜